花蓮警力1235人中 有232人具有原住民族身份 近日警政署和圆明会连续第六年合办 全国警察机关原住民员工 推展原住民传统文化及亲子活动 花蓮厂在宜园度假春办理 主委一将把路而前往之一勉励 表示将会持续培养优质警力 重视原民升迁机会 花蓮县警察局办理花蓮厂原住民警察亲子活动 邀请原警以及眷属同欢 提供美食料理 歌舞演出 并规划各项的活动 让亲子透过活动拉近彼此的关系 从105年到现在 今年也就是第七年 我很高兴透过这样的活动 我们全国各县市的警员 可以至少有一年一度 让他们来进行联谊 就像包括今天我特别责定的 我的家乡花蓮县的 这个原住民警员的这个联谊活动 也特别来给他们感谢 因为我们的原住民警员平常都非常辛苦 为了我们的治安 牺牲很多跟家庭相继的时间 原民会与警政署相当重视原住民警察升迁机会 未来会持续培养原民警察人才 由于近期评传族人受骗至海外求职事件 原民会也相当重视族人的人身安全 与警察单位共同协力加强宣导 举办这次的活动 让我们警察同仁跟亲属 有一个很好的连结 以及认识很多其他单位 新城、花蓮、凤林、玉里、吉安五个宣局 就聚在一起大家都很开心 花蓮县警察局表示 优质警察服务需要每一位远警共同打拼 原住民警力是警察团队不可或缺的优秀成员 尤其是花蓮全县为原住民逐地区 而且是台湾原住民最多的区域 藉由活动对原住民远警工作辛劳表达肯定 记者临结收锋箱采访报道